玉礼的升旗典礼是在忠诚国小举行 不少民众呼喉引伴一起来践行 用热情洋溢的心彼此问候到早安 也温暖了整个会场 早晨的天气虽然寒冷 但是挡不住民众热情的心 上午8点多从忠诚国小校门口 鸣枪起跑 这是玉礼镇公所为了要庆祝113年元旦 办理了乐踏玉礼全民斗阵行 元旦生奇迹剑走的活动 新年新希望 今天真的是很好的天气 我们玉礼镇公所办理乐踏行走 剑走活动 很多乡亲都来参加 那我们也祝福各位乡亲 新的一年能够心想自成 万事如意 平安健康 新年快乐 除了剑走活动之外 现场还有摩采活动 有苹果手机 65寸电视机 iPad等近200项的大奖 活动在欢愉气氛中圆满落幕 让参与者满载而归 心中留下难忘的回忆 新年新希望嘛 健康 快乐走 天气又好 天气又好 健康要运动 要走路啊 这时候又很高兴 会不会很冷啊 不会 走到都流汗了 代理镇长詹秀聪说 玉里镇是处处充满温情与美丽的小镇 镇公所借由新年第一天的剑走升级活动 希望为镇民们带来快乐跟活力 新年快乐 记者高雙雙玉里镇采访报道